智力为人民服务的加密货币第一代智力模型面临的挑战,信任是任何成功货币体系的基础。产生信任的最重要因素之一是智力,即随着时间的推移对协议实施更改的过程。尽管它很重要,但智力通常是加密经济系统中最容易被忽视的方面之一。 比特币等第一代网络,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正式或链上智力机制,转而采用由角色和激励设计相结合,而产生的非正式或链下机制。 从大多数衡量标准来看,比特币的智力机制非常成功,使得该系一直成立以来,在规模和价值上都得到了显着增长。 然而,也出现了一些挑战。比特币的经济集中,导致了政治权力的集中。 结果是,普通人可能会陷入大量比特币持有者之间的破坏性战斗中。 这一挑战的最新例子之一,是比特币和比特币现今之间正在进行的战斗。 这些内战可能以区块链的分叉结束。 对于代币持有者来说,硬分叉会导致通货膨胀,并可能威胁到他们持有的价值。 牌的治理模型,一个两阶段的计划,在一篇质疑链上治理优点的文章中, 以太坊的核心开发者之一弗拉德·赞菲尔认为,区块链治理不是一个抽象的设计问题。 这是一个应用的社会问题。 我来的一个关键点是,很难现地获在观察到, 特定政治体系引起的特定挑战之前设计治理系统。 一个历史例子是美国的建国。 美国的第一个民主实验,即邦联条例,在经过八年的实验后失败了。 然后,美国的开国,原先能够吸取邦联条例的教训,来制定宪法。 这是一个更加成功的实验。 为了建立一个持久的治理模型, 牌将采取一个两阶段的计划。 在网络达到500万成员的临界数量之前, 牌将在临时治理模式下运行。 该模型将最类似于比特币, 和以太坊等协议目前采用的链下治理模型。 牌的核心团队在知道协议开发方面, 发挥着重要作用。 然而,牌的核心团队仍将严重依赖社区的投入。 牌移动应用程序本身就是牌的核心团队, 一直在征求社区意见, 并与Pioneers互动的地方。 牌接受社区批评和建议, 这是通过牌登录页面, 常见问题解答和白皮书的开放评论功能实现的。 每当人们在牌的网站上浏览这些材料时, 他们都可以在那里的特定部分提交评论, 以提出问题并提出建议。 此外,牌的核心团队将开发更正式的治理机制。 一种潜在的治理体系是流动民主。 在流动民主中, 每个先驱者都可以直接对某个问题进行投票, 或者将他们的投票委托给网络的另一个成员。 流动民主将允许Pi社区的广泛而有效的成员资格。 Pi的宪法公约, 在达到500万成员后, 将根据以前对PiNetwork的贡献, 成立一个临时委员会。 该委员会将负责向更广泛的社区征求和提出建议。 它还将组织一系列线上和线下对话, 让Pi的成员能够对Pi的长期宪法进行权衡。 鉴于Pi的全球用户群, PiNetwork将在全球多个地点进行这些会议, 以确保可访问系。 除了举办面对面的会议, Pi还将使用其移动应用程序作为平台, 允许Pi的成员远程参与该过程。 无论是面对面还是在线, Pi的社区成员都将有能力参与Pi的长期治理结构的制定。 好了, 今天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, 下节我们继续讲解Pi的白皮书。